想說,那什麼叫做端點? 特別注意,端點其實你在按SHIFT加右鍵的時候 它已經會給你一個解釋,特別注意 這個解釋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沒有 在這裡有沒有,什麼叫做端點? 你移動到這裡的時候,它會有一個 請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鎖到 鎖點到一個物件最接近的端點 不過好像有解釋跟沒解釋,差不了多少 反正知道端點就好了 端點就是像一個舉行,一定有四個端點 大家了解就可以 那終點是什麼? 有沒有,鎖點到一個物件的終點 焦點是什麼?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好像越解釋越不清楚 或者是說有的時候你在這裡按F1 它也會給你說明F1 說明,比如說有些你不知道的功能 有的時候按F1也會出來 出來一些說明 那所謂F1的話,就是這個地方一個說明F1 那假設說你今天想要知道某個功能 你不知道的話,你也可以按F1就可以了 這邊有個說明 那說明其實就是內部已經 已經幫你安裝好的這一些相關的說明 等於是一個電子書,有關指令的部分 這邊總共有多少指令 其實你打開了就可以知道 你可以把它全部算過 那還有像是等等的相關的說明 這也可以從這個F1 或者你直接按F1就可以了 那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這個部分 就是先做一個倒過來的形狀 並且把它移動 移動,端點到端點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好 好了